欢迎各位光临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资格赛、初赛A组第一场的比赛现场 我是本场主席张茂涵 在此代表主办方欢迎各位光临 下面请允许我为您介绍今天比赛的正反双方及他们各自的立场 正方是来自华侨大学代表队的同学们 本场比赛他们的立场是 奥运期间运动员粉丝饭圈化 利大于弊 下面有请发明做自我介绍 正方一辩 施宝一 正方二辩 尔瑞宇 正方三辩 宋直播 正方四辩 潘敬涵 邪华侨大学校部队队 往后在场各位 各位早上好 反方是来自安徽伊丁大学代表队的同学们 本场比赛他们的立场是 奥运期间运动员选择论断圈化 利大于利 下面有请他们各自我介绍 反方一辩 高宁曼 反方二辩 王浩 反方三辩 杨耀文 反方四辩 张文杰 进行安徽伊丁大学辩论队问候在场各位 大家早上好 在认识了双方变首之后 请允许我为您介绍本场比赛的评审 他们是 孙文启先生 欢迎您 在比赛开始之前 我将对本次比赛的提示铃声做出说明 当总时长以及自由辩论时间剩余30秒时 将听到一声铃响 当总时长以及自由辩论时间用尽时 将有两声铃响 请允许发言 现在我宣布 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 苏德赛 苏赛 A组第一场的比赛正式开始 首先是陈慈一环节 有请正方音变进行麦克风测试 谢谢主席可以听得到吗 声音没有问题 请发言 好 开宗明义定义先行 放圈指的是粉丝聚合的圈子 其以群体的方式和偶像产生联系 从而达到了内部的有序性 具有组织化规则化的特点 今天我方判断力大于弊的标准 就在于其有利于体育生态的发展 首先 饭圈化更能为体育事业带来流量 从而促进体育行业的发展 过往 在一期间运动员往往会因为高强的训练而落下病根 退役后 运动员拿着微薄的退休金 往往难以支撑起高昂的伤痛治疗费与生活费 过着路不敷出的生活 拥有60块金牌的举重冠军财力 以没钱治疗伤病而死 掌握20多枚金牌 打破世界纪录的体坛星星周春兰 退役后靠做保姆干苦力为生 截至2017年 由于退役之后政策性安置的力度有限 退役运动员生存困境仍然存在 退役运动员每月收入大多不足3000 有78.07%的退役运动员认为 所领取的退役禁忌补偿 无法满足转型再就业的需求 饭圈的出现带给了体坛新的希望 由于组织联系的紧明性 他们会为了让偶像拥有更多发展的机会 一同制造流量与热点 就如陈立军的饭圈就集体向山家喊话 为陈立军争取代言 根据微博营销效果的评价 粉丝作为营销效果评价重要的指标 这表明有流量的地方就存在山基 山家出于资本考量最终按成立军拿到了代言 这打破了运动员资金短缺的困境 根据金角财经的报告 这一代言资金会有相应抽成防补到国家体育协会 进一步改良体育生态 其次放圈化对运动员个体的关注 使得运动员的评价更加多元化 彰显了我国大力提倡的以人为本的运动精神 过往只有成绩较为瞩目的运动向市得到大家关注 运动员也只有拿到金牌才会被认可 身为奥运三金得主的体操王子李宁 因为一次失误卷入与论风波 被人击刀片让其以死谢罪 李宁更是在采访中直言 失败了大家就会将你视为罪人 放圈们注重对运动员身上个人特质的挖掘 观众运动员的个人魅力 逐渐成为运动员的性格粉努力粉 因此赛场内外鲜活的故事 生动的话语 或是运动员经济中有据的场景 都成为了放圈粉丝们对自家偶像关注的重点 对许昕许巨人身份的挖掘 孙颖莎Q弹的脸的光柱 马龙多年如一日最早来训练场训练的发现 这都表明在此次奥运赛事中 大家不仅仅记住了中国运动员奥人的成绩 也记住了许多选手独特的表现 运动员的形象变得更加鲜活而灵动 运动员背后的努力被看到 真实而独特的个体被记忆 我国提倡的以人为本的奥运精神得到彰显以上 感谢正方一变 有请反方四变对正方一变进行制旋一环节 请双方进行麦克风测试 您好主席 可以听得到吗 声音没有问题 您好主席 秦伦可以听清楚吗 声音没有问题请发言 好 下一次发言您就可以开始及时 好一边同学我给您确认一下 您方第一点说 这个东西 反正话可以帮我们带来经济收入 可以带来一定的流量 可以带来经济收入带来流量 然后防补到体育行业 我确认您方态度 我确认您方态度 您方今天没有打算论证 反正话就是商业话吧 没有 好 那我不反正话是不是也可以进行一些商业话 比如代言我也不一定一定要形成饭圈化 他可以进行 我方给您方举证是像陈立军和鼓立交 在没有饭圈之前他们获得了冠军 结果他们就是大家没有关注他 反而是因为有了饭圈 集体为哥哥喊话之后他才有了代言 所以您方所说的那一些 所以不好意思 关注的提高一定是有饭圈化带来的吗 我方给您方举证的恰恰就是因为放圈 那种集体性的向商家喊话之后 那像之前一些冷门的运动之后 我问您 我今天比如说我比较出名 然后我身上有一些特殊的特质 国家给我做了个纪录片 这件事情难道不也可以引起关注吗 您方要跟我方说 国家真的会去这么做 而且他跟饭圈并不冲突 我方看到是饭圈确实能够带来流量 也是运动员所需要的 所以所以关注的提高 也不一定一定来源于饭圈化 好我继续问 所以您方有您方只是聊到了 可以用流量提高 饭圈化一定可以带来 更好的商业宣传吗 可以啊 我方看到的是 就像实力上告诉你 像陈立军的粉丝 他就集体向商家喊话 为陈立军争取代言 陈立军也确实拿到了代言 我给您方举个例子 我给您方举个例子 您方这个是个例 我方也可以给您举个例 比如说像之前的 我不知道您方有没有了解 就是因为应援打棒 导致的牛奶浪费事件 这件事情也上了央视 这件事情是一个双败的现象 品牌受损 民心形象也受损 所以您方打不打算 比较这部分的利弊 所以您方不否认他有好的 只不过您方觉得 可能出现坏的现象 我方告诉你 这种坏的现象是可以被规避的 无论是现在饭圈里面 告诉你不能欧易打扮 还是侵然运动所呈现的 告诉你不能这样子去 随意的消费 都告诉你 所以一端可以给规避 所以同学 这个地方的利弊 您方要对比 您方要举证 这个避害一定可以 一定会可以被规避 我跟您方聊第二点 您方觉得 您方觉得可以提高个人关注 我问你 关注个人一定要通过犯圈的话 才可以关注到吗 我方告诉你是不冲突的 我方看到的是 第二个干中 只有犯圈 他可能会更加去关注你的个人魅力 这是犯圈逻辑所决定的 谢谢 所以关注个人不一定需要 一定要通过犯圈化 所以关注个人以后 犯圈化的关注个人以后 带来的避害您方要不要比较 比如说全红闪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对于他个人的过于关注 对他的家人 对他的生活也造成了日常影响 您方也了解 犯圈也会有私生犯 我方了解 但是我方告诉你的是 这件事情为什么更属于犯圈 而不是更属于那些没有脑子的喷子 其次我方跟您方讲 即使会有一些人确实来自犯圈 我方也有 那个犯圈里面行为规计 就像樊正东跟马龙 他们超话帖都叫你不要去 要不然就会被删帖 犯圈反而能规避 所以对方便有 后续我方将给您方指证 您方今天犯圈化带来的利好 不需要您方由犯圈化带来 相反您方的避害无法规避 好 以上 好 您方指证 谢谢 感谢双方对手 在本轮环节结束后 正方时间所剩14分26秒 反方时间所剩15分03秒 下面有请反方一变 进行陈词一环节 有请反方一变 进行麦克风测试 好 感谢主席 请问可以听见吗 声音没有问题 请发言 好 发言及记事 谢谢主席大家好 奥运作为展现人类精神力量盛会 其核心是流传千年的奥林匹克精神 更快 更高 更强 饭圈指的是由追星粉丝 自发组成的文娱社群 是由组织专业化的利益圈层 而饭圈化的核心在于 资本助推偶像的造神运动 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南一梅教授所言 以情感逻辑包装的资本逻辑 是饭圈的本质逻辑 资本串起了偶像 粉丝 商业平台 娱乐经济 营销机构 广告商 厂家 各个利益集团 让围绕数据流量的产业链得以形成 在此引导推动下 高度组织化的饭圈 不断渲染和强化 对于偶像的情感投射 最终形成了极其心的情感狂热 在我方认为这一现象 必大于利 具体论证如下 首先 饭圈化资深的狂热情绪 将带来更多的负面隐形 不利于营造理性和谐的观赛环境 例如在这些奥运会中 仅仅因为在评论区里 回复了女网红 前阵子还是追星 女孩老公的男子 200米混合勇冠军汪顺 遭遇了铺天盖地的质疑 就因为没有在短视频里 爱的全红缠 女子双人十米台冠军 陈于希 被一些网友解读为 是在嫉妒 孤立比自己更好成绩的队友 留试文选心 还是乒乓混双冠军后 愤怒的网友 又将情绪对转了 两位日本运动员 先是水骨笋 被批图辱骂 一层美成微博下 更是涌入了大量言辞 激烈的评论 内容不堪入目 其次 饭圈所产生的狂热情绪 也会进一步阻碍 人们对体育的正确认识 上海师范大学调查显示 反而对体育偶像 包有高度卷入的心理认同 也就是说 对体育偶像的崇拜 达到了文娱饭圈般的程度 例如在日常生活中 有意愿高价收集 购买偶像的个人用品 认为偶像失败 就是自己的失败的时候 对体育偶像 每增加一个任同单位 青少年体育价值观 将低3.55个单位 换句话来说 饭圈化程度越高 偶像崇拜的狂儿情绪越高涨 不能正确理解体育价值观念 正如我方前文所论证的那样 在一个饭圈环境下 越来越少的人 会关注奥运的竞技精神 这对体育行业整体发展而言 也是非常不利的 由此可见 饭圈化会带来 根治于饭圈化的弊端 但是饭圈化所带来的利益 是完全可以被替代的 这些在接下来的环节 我方会给大家具体的论证 感谢 感谢 反方一变 有请正方四变 对反方一变 进行质询一环节 请双方进行麦克风测试 主席听到我说话吗 声音没有问题 主席可以听见我说话吗 声音没有问题 请发言 好 那我这边发言尽及时 好 谢主席 问你方第一个问题 你方说会有汪顺被喷 会有陈宇须被喷 会有日本运动员被喷 你方有举证 这是饭圈在喷他们吗 所以我方告诉你 今天是饭圈粉丝在喷他们 这是粉丝 因为你饭圈粉丝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 你普通粉丝跟饭圈粉丝 肯定要有区别 今天饭圈粉丝的狂热 会导致言论的激烈 会导致大家有一种盲目的偶像造成运动 觉得自己的偶像做的什么都是对的 所以今天才会产生这一系列的互喷行为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所以今天宁方也要从饭圈的逻辑来说 饭圈的逻辑必然会导致喷这样一个动作 才能完成宁方的矩阵 现状之下也有一些网络的喷子 不是宁方的避害里面归属的 那进入到逻辑的比较 宁方对于饭圈一定会情绪化 一定会倾向于喷他人的论证是 今天我方告诉你了 今天这个群体 它本身就是不理智的 饭圈它一定是个群体 所以说在群体里面 我再问你为什么饭圈本身就是不理智的 你的论证是什么 因为饭圈比普通粉丝更具有了一层狂热的情绪 这不是一样的话吗 狂热等于不理智 为什么是这样 你没有回答我 反倒是我方有一份有两份实证 中南大学对于饭圈文化的研究 和中国人民大学对于饭圈研究都得出一个结论 说粉丝都是一群具有组织性 并且有一套规范化于体系 有严密的内部有序性的这样一个纪律团体 这边您方的相抗实证是什么 所以对方面如果您方这样论证的话 那为什么今天央视要整治饭圈呢 那是不是因为饭圈他现在有问题 饭圈他现在狂热的情绪已经影响到了这个秩序 央视整治的是饭圈乱象 是互联网上那些喷人的问题而已 我继续往来走实证 机理的部分您方没有对抗的实证了 我就用到具体的例子 比如说凡政公的超话里面 就有明确规定了一些饭圈里面的规定 不能讨论个人隐私 个人行程 家人以及CPT 还有一些引战的内容 如果一旦发表的话 就会全部屏蔽 适程度的恶劣甚至还会封禁 马龙的超话里面同样有这样的禁止内容 我问您方饭圈的组织性 是不是有在规范您方所谓的网络暴力 而不是在加剧网络暴力的产生 所以说饭圈的组织性 它可不可以带来网络暴力的产生 您方没有论证到 您方只是告诉我它规避 它规避为什么还会有 什么叫规避还为什么有 我已经告诉你了 产生之后如果你发了同人文 发了CPT 你会被屏蔽和封禁 包括清朗运动里面也屏蔽了 大概有15万条的谣言 所以必还是可规避的这一点 您方好像没有任何的反驳 我继续往下走 不理性的观赛 您方没有证明根数 同时我方也告诉你的饭圈的逻辑 甚至可以规避 那第二个您方说要影响体育的正确认识 举证是什么 举证就是上海师范大使的那个调查 他今天告诉你了 如果你对体育偶像 每增加一个认同单位 青少年体育价值观念就降低了3.55个单位 也就是说今天你越认同这个体育偶像 我具体问清楚这份实证 什么叫做价值观降低了一个单位 就是你不能正确的理解 今天我比如说二运期间 我的体育精神就应该是追求人类的潜能 发挥更快更高更强的潜能 我给你举个例子好了 这是你不太清楚实境 比如说孙颖莎和伊藤美成的例子里面 发生了之后 现在的喷子都在喷伊藤美成 可是孙颖莎的粉丝 反而会制作一些视频告诉大家说 你们不要喷伊藤美成 因为他们两个私底下的关系很好 他的妈妈还会给孙颖莎送饭团 所以粉丝是不是反而是最了解体的那些人 所以说粉丝和饭圈粉丝有没有区别 在您方认真心下我不知道 我已经说过 他们会有组织的进行一些了解 和有规范的进行一些行为 这是饭圈本质的逻辑 所以您方后续要举证 为什么精神就一定要扭曲了 以上 谢谢 感谢双方变手 在本轮环节结束后 正方所剩时间12分15秒 反方所剩时间12分55秒 有请评审对上一轮环节进行打分 请各位稍坐等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进行陈词二环节 有请正方二变进行麦克风测试 正方二变麦克风测试可以听得到吗 声音没有问题 请发言 谢谢主席 今天双方最大的分歧在于 到底饭圈的基本逻辑是长什么样子的 你方说饭圈的基本逻辑一定是狂热的 这个时候我方给出了一层自已是 无论是中南大学还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都显示 饭圈它是一种共同化语体系有规则的 它是共用一套规则化语体系 以群体的方式偶像产生了内部的有序性的 因此从逻辑上饭圈内部本身就是有序的 为什么一定是狂热的 是联邦属教举证的部分 这件事情是实证上也表示 无论是樊正东的超话发帖守则 还是马龙的超话发帖守则都显示 不讨论涉及个人隐私 个人形成 加点家人相关的内容 所以发现饭圈的内部实证上 跟基地上我给民方举证 他是有有序性的部分 必然是狂热这件事情 民方需要证明的 那来看第二部分 那民方说可能会带来一些伤害 我方事便也说了 那可能是一些其他喷子所带来的 并不一定是饭圈的人 这是第一层 第二层 那即使是有那部分伤害的时候 国家的外部力量也是可以进行归宿的 无论是国家最近的清冷运动 也打击了很多的互私的这样的一些 微薄的饭圈 饭圈的这样一些体系 因此在民方的避害落不成的情况之下 民方到底要怎么证成 民方这部分 饭圈可能性带来 必然是需要证明的一件事情 再来看我方双方最大的一个差别 最大差别是在于到底饭圈 跟在我方看来 饭圈跟散粉最大的差别是在于 他是更具有组织性跟规则性的 民方应用稿也提出了 他是有组织化的一个特征的 所以说这才是饭圈跟普通文是一个 最大和最核心的差别 这一个罪恶性的差别 能够给我们的体育权 带来什么样的利好跟好处 组织性跟规则性 最基本的最根本的一个逻辑在于 他是他比散粉更具有力量 他更具有制造热点跟流量的能力的 因此对于那些原本小众的行业 小众的体育的 小众的体育项目 以及一些不那么为人所知的体育运动员 只要围绕着他们形成饭圈的时候 那么这部分饭圈的粉丝 就会给他制造热点跟流量 这时候就会使得资本进入到这个 小众的行业里面去 好 举个例子 就像我帮EBANK ALT所说的 陈立军举重运动在过去 在我国中在中国过去 其实不是一个特别热门的项目 但是在今年 在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之中 由于陈立军的出圈 他吸引了大量的发展粉丝 他在很多粉丝在他的下面留言说 快快给我家金牌 我家的金牌运动员 吸引广告 来广告吧 金主爸爸快点看过来吧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陈立军之后 他获得了那个代言之后 他也在微博上感谢粉丝 这是粉丝为他带来的代言 因此这部分资本的进入 能够给陈立军带来很大的流量 以及反补到这个行业里面去 那好 还有一份史诚是 美国哈佛大学加利福尼亚的研究也表明 72.5%的青少年认为 体育偶像激发了自己更好的体育技能 62%的青少年粉丝会因为体育偶像 持续喜欢坚持某项体育运动 因此我们发现当一个当饭学的粉丝 他有一个固定的体育偶像的时候 反而会使得他们的对于体育偶像的 反正更加崇拜体育偶像 因此反而更能够弥补行业的发 使得体育圈能够涌入更多的人才 因此无论是人跟钱都能 反正的话都能够使更多的流量 进入到体育圈里面去 让体育生态变得更好 以上 谢谢 感谢正方二变 有请反方三变对正方二变 进行视线二环节 请双方进行麦克风测试 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就是正方变手 可以 好 那我发言集继续开始 Dumbbell 我从您的发言中 get到很重要的一点 你觉得饭圈粉丝和普通的粉丝 区别在于饭圈的粉丝 共用了一套逻辑体系对吧 相比于普通的散反 它更有组织性跟规则性 这是我方说矩阵的部分 我刚刚听您成词的时候 您明明说的是 他们共用了一套逻辑体系 那林芳有说这套逻辑体系 不是狂热的逻辑吗 不是 这部分规则体系 所以我们要看实证 实证的部分就是 樊正东的超话法的守折 是这样子 是他有一个约束仔细的 Dumbbell 我觉得樊正东 和马龙的超话 其实根本不典型 我往下来探讨先盘逻辑 今天我要告诉大家 这套逻辑是狂热的逻辑 林认为饭圈的粉丝 他更有组织性和纪律性 这份组织力来源于何处 组织力来源于何处 组织力来源 喜欢 仅凭喜欢可以吗 张继柯的粉丝爱张继柯 对吧 是 那荣国团的粉丝爱不爱荣国团呢 就是中国第一位乒乓球的世界冠军 可以 所以说单凭热爱形成不了饭圈 对吧 不然为什么张继柯有饭圈 荣国团没有饭圈呢 差别是在于 他们有没有形成一个组织规模 形成组织规模之后 我们就可以称之为饭圈 所以说对方没有光凭热爱没有办法形成饭圈 对吧 荣国团他当年有出色的能力 有军党的外表 他1959年就成为全民偶像 甚至有很多女性的爱慕信件 让整个国家队应接不暇 专门为他成立了看性不安 这也是一种疯狂热爱吧 为什么只有疯狂热爱没有饭圈 不是没有饭圈的原因 并不是因为缺乏疯狂的热爱 而是缺乏因为在过去的世界中 他们粉丝并没有很多的机会能够碰到一起 和现在这样的一个互联网社会中 大家更能够容易找到自己有相同偶像的同好的人了 因而是互联网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能够更让粉丝聚集起来 而不一定是女方的热情 女方所谓的那种热爱的程度的差别 女方给我举证 而为什么这种热爱更能形成犯 也是女方告诉我举证的东西 所以说东北友 你认为是有热爱加互联网等于形成饭圈对吗 在某种程度可以 美军有饭圈吗 我方觉得可以有 你像小米不是有他们的小米粉 唯一是有小米粉 他们也会排挤华为或者排挤苹果 我方觉得这两种不同的坏规则也是可以 马云有饭圈吗 你还可以说因为我这个我方不确定 所以说只要有互联网 只要有热爱也未必能形成饭圈对吧 比如说马云也有人热爱他 也有很多的马云的粉丝在一起聚集 但是马云确实在我们看来没有饭圈 所以我们饭圈的根本逻辑 是不是应该更像是中国人民大学 鸾梅清教授所言的 假借情感逻辑而包装成了一种资本逻辑 情感逻辑包装成资本逻辑 为什么是必然狂热的 这地方也要举重的部分 这件事是前方我方也说了 所以至少我们能够发现 饭圈的组织力不仅来源于互联网 不仅来源于热爱 更重要的你要有资本的引导和控制 那我往下问你 资本应当是具有主力性的吧 为什么一定有资本的引导和控制 我组成 就是你像 马龙跟樊振东 他形成一种饭圈设施 应该是一个共识的资本在 资本的体现在哪里 所以说马云和樊振东的饭圈不够典型 张继科林则涛他们的饭圈才足够的典型 在资本的引导和推动下 饭圈组织之间的联系也更加的紧密 对我往下问你 在逐利性的驱使下 资本应当更倾向于引导和渲染狂热的情绪吧 为什么 狂热的情绪如果不能给资本带来利好 因为你只有狂热的崇拜偶像 对没有 你只有狂热的崇拜偶像 才愿意狂热的为偶像消费吧 不然你怎么赚钱呢 这种狂热的崇拜会不会进一步影响 饭圈粉丝的价值判断呢 第一 为什么狂热的话语体系不一定有更好的消费 因为你看你就像陈立军的粉丝好了 他只是给他的金主喊代言而已 所以基本上看到了有市场的存在 他就会进入 为什么一定要引导狂热 所以东方表 也就是说在临方看来 饭圈的粉丝未必够狂热 那如果饭圈的粉丝都不够狂热 像临方所说的那样 他们在马云 不在马龙 在樊正东的超话里 没有资本的引导和组织 他们的组织和性 他们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和自发的一些粉丝后援会 有什么区别 临方的利益是不是也会非常的小 所以说对方我往下问你 如果今天饭圈 他更加的狂热和极端 您希望未来的奥运粉丝也这样吗 我方没有要那部分利益 叫做狂热的粉丝 会带来更好的商业价值 我方想要说的是 只要他聚集起来 成为一个有聚集性的组织的时候 并且围绕他的偶像进行 这是饭圈 临方觉得这不够典型 那你还得告诉我 为什么这件事情不够典型 因为我方也有实证告诉临方 这是一个典型的 这是最根本的一个差别 临方这个实证 根本没有指向临方的论证 临方的实证只是说 他们共用了一套逻辑体系 但共用的是什么逻辑体系 根本不知道 比如说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会 也共用了一套逻辑体系 所以说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研究协会的人也都是饭圈吗 不对吧 应当是要有资本的控制和引导的 应当在资本的控制和引导下 你要有狂热 如果你资本的控制和引导 对于粉丝没有任何影响 那你今天你饭圈的粉丝 和普通的粉丝也没有区别 以今天的利益将不复存在 我的视频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 感谢双方变手 在本轮环节结束后 正方所生时间8分56秒 反方所生时间9分32秒 下面有请反方二变进行陈词二环节 有请反方二变进行麦克风测试 您好麦克风测试 请可以听到吗 您好 声音没有问题 请发言 好 谢谢主席 大家好 对方本我今天只是在做一个定义上的混淆 在他方核心的矩阵 跟大家讲一篇中国人民大学的调查显示 粉丝内部只要有有趣性 可以聚集起来 共用一套话语规则 就可以叫做饭圈 可坦白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会 也是这样 拥有内部有趣性和共同话语规则的群体 也是一群粉丝的聚集 可是为什么我们不会叫他饭圈化呢 坦白讲 这部分其实是你方在逃避了饭圈化某些核心特质的展示 而这个核心特质是展示是什么呢 是让我方下面质询的那样 如果你这个饭圈粉丝压根就不够狂热 你这个饭圈粉丝对自己偶像的爱 对自己运动明星的爱 没有你方描述的那么可以为他带来代言 可以为他事业支持应援的程度的话 其实亚工就达不到你方想要的那层利好 那你方在利好端给大家举证的东西是什么呢 第一层你跟大家举证的叫做陈立军的粉丝 有为陈立军喊话为他赢得代言 可坦白讲 这份举证我甚至连组织性的喊话都没有看到 组织内部有组织性的共用话语规则 为陈立军引发代言才是你方应该有的举证 可是事实上你方只是跟大家讲 他的微博底下有跟大家说 金主爸爸快看过来 我们家的冠军偶像可能需要一份代言 坦白讲 这部分其实没有认证到你方的立场 那你方在利好端其实最大的问题在于 你方跟大家讲的事情在 事情其实绝大部分都是视力 跟大家讲 有一个运动员因为粉丝的某些行为 获得了某种利好 有某些运动员因为获得了流量 所以可以更好的挣到钱 可坦白讲 这件事情压根就不根治于犯权化 也没有必要通过犯权化给偶像明星带来流量的增长 就像我方四边一开始咨询的那样 从一开始的商业化逻辑 和国家对于某些运动员 去接商业代言的一些指示 也同样可以让他们获得流量 也可以同样为他们带来大众的关注 所以这件事情压根就没有必要通过犯权化来带来 你方的核心回应叫做 这件事情压根不冲突 可是冲突事情在于 当你使用犯权化的时候 这份利好背后也同样有弊端给你指证 就像我方告诉你 像全公产 他在过多的流量曝光之下 会对他的家人造成更多的影响 就像汪顺 他在更多的流量曝光之下 他的言行会被大众无限的放大 去寻找他的瑕疵 而这件事情在我们看来 是一个专注于进去体育的运动员 不应该承受的压力 而你方后续跟大家举证的弊端 可以被规避的理由是 今天很多国家正在做一些清朗的运动 国家正在对这些弊端 对这些根治于犯权 可能根治于犯权化的某些弊病 可是坦白讲 这份你方也只是在画饼 你方都没有跟大家讲 你方的具体行为是什么 你方也没有跟大家举证 在未来这件事情会变得更好 或者在现状下对这件事情有改善 而你方跟大家讲的所有改善的事情 也是基于内部有序性 可是我方三面在一开始的质询就问了 内部有序性这件事情 遵循的是什么有序 内部有序也是也可以统一的 有序的对外排挤 就像肖战粉丝在AO3事件一样 他们有序性的去排挤 不喜欢肖战的人 他们的言论 而这件事情在我们看来 也给整个社会 也给那个娱乐圈带来的巨大伤害 而当这套逻辑 共用到奥运体育 事业行业当中的时候 我好像觉得这样的伤害也常常存在 感谢 感谢反方二变 有请正方三变 对反方二变进行质询二环节 请双方进行麦克风测试 你好可以听到吗 你好可以听到 可以听见 声音没有问题 请发言 好第一个问题 我确认一下你方的狂热 是什么意思啊 我确认一下你方的狂热是什么意思啊 我方的狂热就是告诉你 当饭圈 就是饭圈化粉丝和普通的粉丝之间 有一个核心特质的区别 就是我对我偶像有着狂热的喜欢 就是我可以理解为 很喜欢和更喜欢吗 有程度差别就可以 好 那只是更喜欢的情况之下 我方也认 在饭圈当中 那一群人因为集体凝聚的效应 确实会比普通人更加喜欢 所以我们要看的是 他基于这份更喜欢 会做出什么样的行为 你方接下来的举证是要告诉我 为什么更喜欢 就一定会去网爆别人 我方告诉你的是 如果你方愿意承认 饭圈粉丝比普通粉丝更喜欢的话 你方要告诉大家 今天这份更喜欢 就是你方一开始 跟大家举人的那两层利好 一定会实现 第二层是 你方要回应我方 为什么这个更小 这个狂热的程度 我打断一下 你没有解释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我比普通人更加喜欢辩论 这意味着我一定要去骂那些 不打辩论的人吗 第一件事情是 更喜欢的程度有区别 第二件事情是 当你非常非常喜欢辩论的时候 别人说辩论不好 这件事情你一定会反驳 我会反驳 可是我也可以很理智的反驳 你觉得辩论不好的理由是哪些 如果我们最后达成共识 很好 达不成共识 你有你的喜欢 我有我的坚持 仅此而已 我接着往下问 你方告诉我 会有资本的引导和控制 可是我继续往下提一个问题 肖战的粉丝 也是因为举报这件事情 使得肖战这个人 他的商业价值降低了 所以即使有资本的引导和控制 是不是也可以证明到 资本也不希望粉丝 做出那些事情 前者有区别 后者是资本希望的只是主力 而他们在肖战这件事情看到 可能会损害他们的商业利益 所以会有你方 很好 后续描绘的下降这件事情 很好 如果粉丝做出的某些网报的行为 会损害到商家的商业利益的时候 他也不会希望粉丝做出那些行为 接着我方看到的是 不论是饭圈内部的 如超话贴吧这些规则秩序 还是国家外部的清朗运动打击 都可以一定程度上规避的情况之下 你方认为清朗运动 清除了违规账号 4000多个是话柄 不是 是你方只是跟大家取证 这件事情有控制的手段 可是这个手段的效果 和这个手段未来会实现 你方都没有大家取证 前半部分在定义上 你方我根本有提一下 因为 我打断一下 负面信息15万条 违规账号4000多个 违规群组1300多个 全部被封禁了 你方说没有效果 我最后确认一个态度 我方即使通过了清朗运动 和饭圈内部的逻辑规讯之后 应该不用达到每一个人 都是手续的良民吧 坦白讲 截止到目前为止 你方对我方刚才发言的所有质疑 停留在机制上的举证 跟大家讲 未来有这么一种可能 当然我方愿意承认 有这样一种可能 可是你方没有跟大家讲的东西 是在事实上 会不会出现失控的可能 就像我方也同样给你举出 您讲 我相信 到底是未来有可能 还是现状之下已有改善 我方应该举证的很清楚了 清朗运动开始也不过两三个月 就已经有这么大的力度 我方很欣慰 我在这两层规避之后 再往下问一层 如果我方不用达到 最后每个网民 都是良民的情况之下 你方觉不觉得 人只要被关注 这项运动只要出圈了 就会有人不喜欢 这项运动出圈了 就会有人不喜欢 我方觉得不一定会 比如你觉得辩论 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可是随着关注辩论的人 越来越多了 是不是一定会听到 不一样的声音 是的 好 那我这样问你 随着钱红禅 他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 在我方可引导和可规避的 两层机制之下 还剩下的那一部分骂战 怎么了 所以同学 你跟大家讲的 可引导和可规制 是机制上 是你方讲法问题 我方也跟大家讲 这份可引导可能机制 最终也有可能导致失控 打断一下 你跟上我的节奏 我已经来到最后一层的质询了 像曼联和黄马的球队 他们的粉丝也互相掐了那么多年 怎么了 同学 如果你方跟大家讲的是说法 我方当然会愿意认同 可是同样的 我方也有跟你讲 在失控的情况下 也有可能会导致 比如说黄马和巴萨的粉丝 在C罗和梅西转会以后 共同爆破他们的俱乐部 这件事情不同 发生了吗 好 所以如果只是有那么一两个个例 在偶尔的时间段 会出现网爆 我方看到的是 俱乐部该办的办 球赛该比的比 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我来到你方的最后一个论点 我确认一下 你方那份数据当中 所谓的正确的价值观 是指什么 正确价值观是对于 体育正确的认知 同样 你方刚才也是举的个例 我问你 在奥运会期间 网民全员科 国拼全员喜剧人 这样一个人设 是正确的价值观吗 我方觉得这样的认识 并不可 可是对于体育认知 没有什么帮助 那起码它不会有什么损害吧 有的 损害是 当你作为一项 传播更高 更快更强 体育经济精神的事业 变成了大家认可 就变成大家认为的 全民喜剧人 那我方觉得 这对于体育事业 是一种伤害 好 我下一个结论 在最后一个点 我们双方价值观 直接冲突 你方认为 只有关注实力 才叫正确的价值观 而我方认为 运动员的人格魅力 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方小杰给你解释 以上 感谢 感谢双方变手 在本轮环节结束后 正方所剩时间 5分50秒 反方所剩时间 6分22秒 有请评审 对上一轮环节进行打分 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小节环节 有请反方分辨进行麦克风测试 现在能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声音没有问题 请发言 那我发言题是开始的 谢主席大家好 一次又一次的打榜 应援拉财 其实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思想规训 这些打榜 应援拉财 它不是有互联网 就自然而然诞生的 战姐 粉头 在背后的推动 不可忽视 而这些战姐和粉头 又与经纪公司 有千丝万女的联系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 有一个基本的共识 那就是 饭圈的粉丝 是在资本的引导和渲染下 被创造出来的 一批狂热的粉丝 在这里 对方比喻其实混淆了 两个重要的概念 一个是更 一个是违规 什么叫做更 对方比喻混淆了这一概念 对方比喻试图去偷渡说 只要我比一般的粉丝更喜欢 我就叫做狂热的爱 我就是这批狂热的粉丝不对 狂热的标准在于盲目和唯一 虽然这两个是负面的词汇 但是我方希望大家能够相信的是 饭圈的粉丝 他一定要有这样的特制 比如对方比喻所描绘的 马龙和樊振东的超话 你在背后你根本看不到资本的推理 你在这些超话中 其实我们也看不到 他们对于这些偶像 有比较狂热的爱 他们其实就是正常的粉丝 只不过是因为互联网聚到了一起 他们和饭圈没有任何的关系 而更典型的是什么样子的 在娱乐圈 他更典型的是像肖战 更典型的是像王一博 在体育圈更典型的是像张继科 是像林泽涛 什么叫做盲目和唯一 在于偶像造神运动之后 我对于这个偶像的信仰超乎了一切 就像吴亦凡的甚至部分 他的狂热粉丝会说 他要去劫阀场 这是同样的道理 而如果我们在体育视野 体育行业狂热的思维 狂热的想法也渗透到其中来 会带来两次避害 第一层是我帮一边搞中 为大家举证的所有势力 对我们有可能会说 我们就算没有饭圈的粉丝 我们在互联网上也会有很多的骂战 可是至少你饭圈化之后 你饭圈的粉丝带来了更多的狂热 带来了更多的骂战 这些更多的避害增加 对方被我是怎么解决的 他方的说法非常的简单 就是我们现在有清朗运动 对清朗政策 其实是我方更想给大家聊的 因为他直指今天对方的利益 其实清朗运动在很大程度上 削弱对方的利益 为什么第一 清朗运动为粉丝经济浇了盆凉水 以后我们的粉丝不再这么的狂热 哪怕就算是饭圈的粉丝 也不会有对方被我所说的 带来这么多的经济利益 更重要的是什么 其实是像对方被我所说的失控 在AO3这个事件中 资本根本不希望肖战的粉丝如此狂热 可是当狂热的氛围一旦形成 它甚至也会脱离资本的控制 它往无序的方向发展 所以这才会有国家中央 网信办出台的清朗饭圈专项整治运动 可问题就在于 这一部分的损害实在是太大了 你对于体育民心而言 你饭圈化之后 你意味着你会受到更多的监管监控 比如说其实这是对方被我第二个我方想说 对方被混淆的概念就是违规 当比如说清理很多违规的信息 看似大坏人心 可是违规的判定标准是什么 我们发现其实根本没有一个违规 清晰可见的判定标准 而是现在很多有关犯券的帖子 有关犯券的超话 能观则观 只要没有太大的反对能观则观 这你带来最核心的问题 就是我们会发现正如前段时间 天笔道的一个办报道 犯券女孩现在开始养不活 纯粹的追星类APP了 尤其是2015年之后 入场的饭券社群项目 鲜少获得融资 甚至像M77和雪糕群像 他们已经经济亏损了上千万 因为第一 你狂热的消费情绪 已经不一定能够带来足够的经济利益了 第二 你这份狂热的排外情绪 你损坏了我们的基本盘 你压缩了原本的盈利空间 所以说你这种纯粹的追星类 纯粹的饭券社群 其实它的经济效益就越来越低 所以我方会告诉大家 其实现阶段如果想做粉丝经济 想做商业化 那也不需要狂热的粉丝 也不需要饭圈化 我们需要更多更新的商业逻辑 需要更多更新在国家 往新办的引导下 诞生的一种理性追星的方式 而在接下来的环节 我方也将和对方没有攻防 最后一个 我们的体育价值观应该是什么 我方告诉大家的体育价值观 应当理性 不应当狂热 尤其是在奥运期间 在更高更快更强 这一层精神应当发挥效用的时代背景下 谢谢各位 感谢反方辩手 有请正方三变进行质询小节环节 请正方三变进行麦克风测试 哈喽 听得到吗 声音没有问题 请发言 好 谢谢主席 先澄清两个误会 第一 你方是在定义论者 你告诉我 必须要有组织的去网报 这样的组织才叫饭圈 可是我进一步问 为什么即使这个组织是狂热的 他就一定会做到网报的时候 你方没有给出我任何的机理上的实证 你方只是告诉我 如果你没有通过组织去网报 那就说明你不够喜欢他 为什么 如果我有组织的去做一些公益 例如在疫情当中 很明显一些典型的粉丝 他们的饭圈 有组织的去援助武汉 这也是表达我对爱豆喜欢的形式之一 可是你凭什么说 这个时候这个组织 因为没有做网报这件事情 他就不叫饭圈了 第二个误会是什么 你方误解了资本运作在娱乐圈 和在体育圈两种不同的运作方式 在娱乐圈 如您方所说 因为有一些偶像养成类节目 所以我在一开始就需要通过打头 需要通过打榜 通过应援这样的方式来集资为他出道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资本会去操控粉丝更多的狂热消费 可是到了体育圈 资本运作方式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运动员需要粉丝的应援才能出道 他们需要的是 如果这个运动员有足够的关注量 我就给予他足够多的代言 他拿到这一部分代言之后 就可以为我的品牌带来商业价值 这是在两个不同的圈子之内 资本运作的模式不同 因此第二个弊端 你方也不能正成 坦白来说 我方认为在当今 中国距离所谓的体育强国 其实还有很大一部分距离 即使我们国家的金牌拿到了第一 可是真正缺在的是体育民众的意识 和这个行业是否有成熟的运作机制 而我方恰恰是认为 这一部分的利好 是你方所谓的饭圈 不能替代的部分 为什么 因为你方也说了 饭圈如果是一个有组织 有规模的集体的话 只有集体去商家底下喊话 才能够让商家看到 这个运动员背后的商业价值 而我如果作为一个佛系的个体粉丝 我今天累了 我就不喊 我明天有时间了 我就去喊一喊 商家怎么可以确保 这个运动员 他的粉丝有足够的消费量 所以是第一层是只有 饭圈这样一个组织性规模化的谈话 才能为运动员 引来个人的流量和价值 而进一步的是 只有通过饭圈这种组织化的形式 例如在孙杨和宁泽涛的超话底下 集体去科普体育圈和观赛的知识 才有可能使得这项运动 更可能达到一个出圈的效果 而更重要的是什么 我方看到了 这个行业正在进行一种 成熟的商业运营模式的初步 第一步是什么 打造这个行业当中的个人IP 我举一个类比 例如像NBA这样一个行业 也是从一开始的 从乔丹到球队 再到整个产业 以至于形成比较完善的退役机制 和行政保障 所以我们这个行业 现在目前就只是在第一步 先打造一些 可以让吸引民众和粉丝 留下来的一些个人IP 之后 如你那这样的有志之士 自然会去举办清讯营 从而能够反补到这个行业 而随着资本涌入的更多 这个行业会逐渐形成一个更加成熟和完善的资本运作机制 我方相信范圈话本来还没有多少年 给予他一份相信 而清朗运动也没有几个月 你给予他一份相信 这没有什么大不了 因此我方认为利益大于弊 以上 感谢双方变手 在本轮环节结束后 正方时间所剩2分39秒 反方时间所剩2分12秒 有请评审对上一轮环节进行打分 请各位稍作等待 感谢观看 接下来是自由辩论环节 有请正方先发言 好 东方没有 问您方第一个问题 您方说的范圈的情感逻辑 必然会导致网报的论证是什么 我方说的是 你有狂热 你有盲目 你狂热的支持和狂热的反对 其实都是一种巨大的压力 您方告诉大家 范圈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做坏事 可是你狂热的做好事 和狂热做坏事 是不是最后都将导致一种狂热的结果 等一下 你的学理支持只说了范圈有情感逻辑 并不说范圈必然盲目 你的举证和你的实证也是有偏差的 我反而举个反例 因为我喜欢我家IDOL 比如说孙颖莎的范圈 所以当有人去骂一藤美成的时候 我反而觉得心疼 因为其实孙颖莎和一藤美成 私下的关系很好 所以为了维护自家IDOL 情感逻辑是不是反而会反网报 而不是会去支持网报 不是啊 所以说在这种群感逻辑下 既有人网报一藤美成 也有人支持我和美成 可是你不管是狂热的支持 还是狂热的反对 你都对一层美成造成了 极大的压力和伤害 所以对方博友 我的学理明明讲到了 今天不管是打网应援 还是种种犯缺的行为 本质上来说都是一层层的思想规训 在一层层的思想规训下 粉丝更加的盲目 而更加的盲目 不就更加的狂热吗 这一层激励上的解质 我没听懂你的意思 清朗运动之后怎么还有犯权 你清朗运动之后 你不许打投应援 你种种犯权的逻辑 在我们现在体圈里面 你玩不通行不转 我们现在的犯权粉丝 不就变成了普通的粉丝了吗 现在宁方的未来的利益在哪里 我方根本没有看到 我最后问你一次 所以说对方博友 在宁方的这个世界里 狂热不需要盲目 狂热可以很理智 为什么狂热和理性 可以是一个敬意词 狂热这件事情 它算是宁方要告诉我 为什么狂热就等于盲目 我方告诉你的是 即使狂热如宁方所说的 存在一些不理性 可是他的利好 带来的那些狂热的关注 也是不可替代的情况之下 弊端可归必 因此利大于弊 我进一步往下跟你比较 你方之所以觉得 清朗运动之后没有饭圈 是因为你方觉得 打投和应援是饭圈唯一的行为 我问你 疫情期间那些粉丝的饭圈 为武汉灾区援助 这是不是粉丝饭圈的行为 这是粉丝饭圈的行为 但是它不是根植于饭圈的行为 今天就算没有饭圈 姚明的粉丝 也积极的为姚明大喊助威 也积极的在姚明 需要帮助的时候 给姚明一股意 所以说这些行为 那和饭圈有什么关系呢 武方根本不知道 但是至少我们会发现 资本需要大家不理性的消费 大家资本需要我们 能够更狂热的支持我们的偶像 在这一层不理性 在这层狂热下 我怎么继续选择 我这一份正确的体育价值观 如果我是一个小粉丝 我只是单纯的想要援助武汉 而援助武汉 可是如果我相比普通人 更喜欢我那个idol 我会觉得是因为我的idol 援助了武汉 我要跟着他一起去做这件事情 因此这项行为 当然是根植于饭圈的逻辑 所以如果你方觉得 清朗运动之后 就没有饭圈了 我请教你 疫情当中 为那个武汉 出资应援的那个群体 你打算叫他什么 就是正常的粉丝后援会吗 难道说今天只要我们有组织的捐钱 我们就是饭圈 我们当年战役 就是2021还搞了一个为战役筹钱的辩论活动 所以说我们现在全都成为了辩论的饭圈粉丝吗 太滑稽了吧 对方没有 最多有失控的逻辑 我觉得讲得很清楚 资本培养了一批不理性狂热的粉丝 而这些不理性狂热粉丝最终走向失控 就像IO3资本都控制不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国家出手 我们打击饭圈 所以说你现在你搞奥运的饭圈化 你不是在把运动员往火坑上推吗 好 我接一下 你方觉得有组织的援助武汉就叫后援会 有组织的去网报就叫饭圈 这是你方的定义论证 我接着往下问精神的部分 你方凭什么觉得现在大众不能磕 国平全员喜剧人这样一个人设 你可以磕 但是你不能够不理性的磕 我们发现现在不理性的磕的方式是什么 是今天如果你要是敢不占马龙和樊振东的CP 我就会去骂你 我把饭圈的这套逻辑带入这里之后 我不是享受体育运动本身 而是享受我在体育运动过程中 我造神的快感 而这对于我们体育的正确认知有什么帮助呢 而反倒是我方能够在数据上告诉大家 你这样的高度心理认同每增加一个单位 你对于体育价值观就会降低3.55个单位 你就越不能体会到更高更快更强奥运精神的指引 这不是对于奥运精神本身的节省吗 是你对于体育精神有误解 为什么体育一定要更高更快更强 青少年龄体育强身健体就可以了 你为什么一定要让那些运动员拿到金牌 你才是个合格的运动员 这相反是个有误的价值观 这是你和价值观的问题 我继续推资本的利好 2006年国家体育总局得出了实证时 运动员赚到广告费的同时 体育协会和运动员输出的东方位都会有提成 所以是不是能够促进整个行业的发展 这和换圈无关呀 我正常的粉丝商业行为 怎么能称之为是饭圈呢 姚明他有很多代言 这和饭圈也没有关系吧 所以说我们遍体是什么 是奥运期间的饭圈吧 我希望你不要再用 用你方的话来说 如果粉丝不够狂热 商业就看不到他背后原来存在这么巨大的价值 回来 你方告诉我 如果有人不科马龙和张继克的CP 你就得滚出国 举证是 错 恰好是有的时候我们更理性的追星 才会让我们的资本有所触动 就像对方没有 我方给在小节环节给大家举证的 我们现在很多的纯粹的饭圈内的APP 亏损上千万 为什么 就是因为大家非常狂热的追星 其实反倒没有办法得到资本的青睐 因为这个圈层太小 这个圈层根本没有办法获得足央的利益 反倒是像姚明他这样的粉丝 他理性的爱姚明 在姚明代言的种种活动中 他理性克制的行为 他没有政策风险 他有更大的引力空间 他有更大的宣传价值 所以说对方没有 奥运会期间 我们难道不应该追求奥林匹克精神吗 对方没有 你的逻辑开始打架了 你发现了没有 对方没有 你的逻辑开始打架了 你发现了没有 你一开始方面说 理性才可以给资本带来更好的利益 一方面你要说资本需要的是狂热 你自己的逻辑开始打架了 所以我方也给你在论证 为什么饭圈的逻辑本身是向好的 是因为只有积极向好的逻辑 对于idol对于商业都是有利的 这套规则才会持续下去 所以规则向好 我方有论证 商业的部分 你方不反驳了 我回精神的部分 青少年72%都会觉得 有了偶像之后 能够更好的锻炼体育 坚持某项运动 这对于体育来说 为什么不是一种处境 所以说对方没有 我方的逻辑很简单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对饭圈的认知 就是循环往复的 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认为 必须要狂热才能赚钱 现在发现不是的 尤其是在青浪活动的大棒之下 我们会发现 我们过去的一些理性的粉丝经济 同样也有很大的盈利空间 同样获得国家的政策支持 才有更大的发展前途 所以现阶段 我们更应该选择 理性的粉丝经济 而不是狂热的粉丝经济 这一层逻辑没有反驳 对吧 你也没有 是对比体育圈和娱乐圈 不同的资本运作 逻辑的情况之下 体育圈本身就需要 粉丝更加理性一些 我接着回你精神的部分 如果你也觉得 他可以跟全员乒乓喜剧人的 这样一个人设 而本质上 他的那些互相骂战的避害 也可以通过国家的打击 而规避掉的时候 对比而来 我们获得的是什么 是过去 你您只要成绩上 有一点点失误 他就会被人记刀片 而现在你能够在奥运会上 拿到亚军 我们也会给予你足够的 宽慰和表扬的时候 这是我们看到了 这个运动员个人的价值 只是你方觉得 这一部分看到个人价值 会影响青少年的正确认知 可是我方数据也给您了 72%的青少年 会因为有体育偶像 更加喜欢这项运动的时候 他哪里有影响认知 而以人为本的价值 是不是得到了彰显和提倡 再次感谢双方变手 有请评审 对上一轮环节进行打分 请各位稍作等待 最后进行总结陈词环节 根据赛前抽签的结果 首先有请正方四边 进行麦克风测试 麦克风测试 可以听得见吗 声音没有问题 请发言 好 谢谢主席 今天端没有从头到尾 都只是在用定义论证 告诉我说饭圈就是一个 狂热不理智的网报的饭圈 可是当我方问您方 为什么饭圈一定网报的时候 您方又说不出来 您方背后基于的时政 只有一个叫做有情感逻辑 可是我方也告诉你了 为什么情感逻辑 必然导致的是网报 而不能做那些积极的事情呢 就像孙尹莎的饭圈里面 发生网报 他们反而是制止的 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这会伤害到我自家 idol和其他人的关系 我觉得很心疼 所以我要阻止这些网报的产生 去做一些视频 让他人去理解 其实孙尹莎和伊藤美成的关系很好 所以从情感逻辑出发 必然导致网报 这条路走不通 您方走了第二条路 告诉我说会有资本逻辑 资本希望有越来越多的资金进来 所以就会鼓动粉丝狂热 可是您方在后半段的陈次里 自己也说了 资本也会发现一个问题 如果我聘请的体育运动员 是有各种拉踩 民生不太好的运动员 我怎么给我的资本带来流量呢 所以为什么饭圈 在我方的提倡下的组织性 是正向的原因就来了 为什么马龙的饭圈 和樊正东的饭圈 要明令规定不能做拉踩 不能做这些引战的条文 是因为这也有利于 马龙和樊正东 自己在资本那一方的青睐 资本也会青睐于 有理性饭圈的粉丝的群体 所以饭圈的组织性 会有向好而不会向差的部分 我方也跟你举证 理清楚饭圈的逻辑之后 再往下走 宁方对于弊端的指尊是什么呢 是说网络上现在 都有很多喷子 汪顺会被喷 陈宇希会被喷 可是第一层我方也问宁方了 为什么被喷一定是运动员 在根属性上 宁方没有论证 其次我也告诉你的 像国家的青狼运动 以及饭圈内部自己的逻辑 也在不停地规讯粉丝 减少网络暴力情况之下 那一份避害 最后剩下的 就真的是那些脑子 不正常的粉丝在喷而已 而饭圈本身又不是个网络警察 他为什么要有义务去管 所有的整个网络环境呢 所以整体上的避害 是可以被规避的 而利好的部分 宁方的反驳又是什么呢 宁方说资本的利益 一定没有必要通过饭圈带来 可是宁方从来没有反驳 饭圈不能带来这份利益 相反的 我方告诉你了 为什么饭圈的利益是独有的 是因为那些小众体育的赛事 这些个人妹的价值 是以前即使像周春兰 拿到了奥运金牌 他也没有办法获得更多关注的 可是饭圈的逻辑是什么 是情感逻辑 周春兰可能金牌这件事情 不够更吸引人 那他有独特的魅力 比如说他很可爱 这些魅力可以帮助 小众运动员 获得更多的商业资本 同时也能够整个反补到行业 就像李娜 在商业价值提升的时候 她办了清训营 让整个体育行业都得到反补 这是第一种的利好 你方从来到来没有反补 第二种利好 是我方要告诉你的体育精神的事情 什么是体育精神 你方说更高更快更强 可是这从来和我们青少年 要去更加好的强身见底 又不冲突 更加去关注运动员的 其他的多元价值 又不冲突的情谊之下 你方是怎么矩阵 精神得到扭曲的 相反我方看到的是 在围金牌的打破和半圈的冲突之下 许欣即使不拿到金牌 也可以说她是个可爱的运动员 这恰恰是以人为本的体现 是我方觉得更好的奥运价值的彰显 以上 感谢正方便手 由请反方自便进行麦克风测试 麦克风测试 请问可以听清楚吗 声音没有问题 请发言 好 我下一次发言 您可以开始计时 好 先从定义聊起 你方觉得今天 我饭圈的人 只是比他们多了 那么一点点 我想问 对了没有 真的很想问一句 凭什么 我 您方也说到了 有组织化 有打头 有集体的购买性 我凭什么为了一个 多了一点点的爱 去 大量的消费 去花费我大量的时间 只是为了让它的排名上升一点 所以爱 这一份爱 本身从来没有 您方说的这么薄弱 它是一份强大的 又极高的组织力的 这样的一份爱 这份爱 带来的 至少一定有狂热 而这份狂热 是我方跟您方今天探讨的 所以您方觉得 利益好像可以通过这个达到 因为您方觉得 我们好像通过这一份狂热 可以让那一些 本不受那么 成绩本来没有那么好的人 获得一定的利益价值 其实我方觉得这样真的很可悲 就是这一份就是对体育精神的折损 很简单 一份美成比福音爱的整体实力 目前来说是高的 可是福音爱好像比一份美成 更加受欢迎一点 凭什么啊 对方便有 我一个通过自己的努力 做到了更好的人 居然是要通过每个人 对我的评价 来决定我的个人价值的 这件事情是对体育精神 最根本的折损 这是您方想要的狂热 带来的折损 您方后来又跳口径 您方说 我们其实也要理智的 可是根本的区别在哪 就是在您方今天谈到的清朗运动 清朗运动的前后 之前饭圈 饭圈有狂热的逻辑往下走的时候 清朗运动之前 大家带来的是什么 资本认为的是什么 认为我们可以通过饭圈化的形式 我去获得更多的利益 可是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 资本失控的例子 比如说我方给您方指针的 想双败的这些例子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资本意识到这件事情 他做不了了 我们要在清朗运动以后 做理智化的东西 比如说 像我方跟您方指针的 所以其实根本的核心的逻辑 是我们要聊奥运会期间 我们需不需要制造一份 这样的一份狂热 我们觉得不需要 因为很简单 今天在 在国家否定了这份狂热的 狂热的利好以后 我们后续只能通过理智的引导 通过理智的组织 来做到我们今天的利益 而这份利益 不需要有反正化带来 感谢反方变手的总结陈词 至此比赛环节已全部结束 有请评审添写第一轮印象票 有请工作人员收取分票 下面将公布第一轮印象票的投票结果 周文启先生印象票投给了正方 赵阳新宇先生印象票投给了正方 李祥女士印象票投给了正方 第一轮投票的结果是3比0 正方暂时领先 现在有请各位评委 给出所投印象票的原因 首先有请周文启先生 请进行麦克风测试 麦克风测试 声音没有问题 请发言 各位好 投给正方的原因 比较简单 大概就是正方三遍 有几次指出来的一件事情 说反方在定义论证 我觉得这场比赛的反方 的确很符合定义论证的标准 原因是反方所有的论证 只基于一个前提 叫做饭圈是狂热的 可是这个前提有没有正成呢 反方是没有正成的 反方所有的说法大概都是 你看饭圈是狂热的 所以清朗运动之后就没饭圈了 所以反方认为 那些这个带来好处的东西 都可以通过理性带来 那狂热这些东西的好处 我们可以不要 我们可以把狂热这些东西 弊端都去掉 所以这样结束了 就不是饭圈了 如果正方没有任何攻击的话 我或许可以认为这个逻辑可以自圆其说 可是正方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质疑 这个质疑体现在 反方说饭圈是狂热的 一定说没有论证吗 可能也有 大概反方的说法是 这个饭圈是情感下的资本逻辑 那正方也对于情感方面和资本方面都进行了攻击 并且正方也有过类比闺谬 就是正方有问反方说 你看 可是樊振东的饭圈 马龙的饭圈 背后就没有资本啊 他们就不狂热呀 然后反方的说法就是 这个樊振东的饭圈和马龙的饭圈 是非典型的饭圈 甚至他不是饭圈 为什么不是饭圈呢 因为他不狂热 这就很奇怪了 那为什么 为什么不狂热就不是饭圈呢 然后反方说 那什么才是典型的饭圈呢 像张继科这样的才是典型的饭圈 这不是定义论证吗 就是反方你得解释啊 因为你如果说正方 你不过是举了两个个例 可是反方你也无非是举了个例啊 你也没有告诉我 为什么张继科的饭圈才叫饭圈 马龙的饭圈就不叫饭圈 或者说张继科的饭圈才是典型的饭圈 为什么马龙的饭圈不是典型的饭圈 你只是在口径上告诉我 这个不典型那个典型 可是为什么我不知道 那再来看资本和狂热 这两个地方的工坊 现在聊资本 资本这个部分正方的工坊 是为什么饭圈第一步啊 正方问的是 为什么饭圈一定是资本带来的 又是还是那个 樊正东和马龙的例子 反方就说你看看 这个反方三变的原话吧 大概是 你看樊正东的饭圈和马龙的饭圈 背后看不到资本的运作 所以他不是饭圈 或者他起码不典型 张继科他们这种的才是 那这不就是定义论证吗 问的不就是 为什么他背后要有资本 你的解释的方式是 因为他背后没资本 所以他不被叫做饭圈 你要知道 定义论证的吊诡之处在于 如果你不能 很好的证程你这个定义的话 那你这个论证是无效的 否则的话 我可以跟大家聊 什么叫定义论证 就是我认为奥运期间 运动员粉丝 饭圈化是必大于利的 什么叫饭圈化 你知道吗 饭圈化就是运动员吃饭 而且吃的跟猪圈一样 就是运动员拼命吃 吃到撑死为止 这件事情肯定必大于利 因为撑死了又没法拿金牌了 撑死了就没法上场了 这个时候 所有的正方一定无法击败我 正方直接问你 那马龙这个饭圈不是饭圈吗 不是 因为他没有吃撑 没有吃死 所以他不是饭圈 那这个 樊正东的不是饭圈吗 不是 他甚至可以问我 张继科的不是饭圈吗 不是 那您方定义一下 是不是现实中没饭圈 对没饭圈 因为现实中还没人吃死 所以我方认为 如我方定义的 吃死的那种饭圈 才是弊大于利 只有像猪圈一样吃的 才是弊大于利 所以我方得正 你会发现 如果我不解释 为什么我的定义是正确的 我只是定义了一个定义 并且用这个定义 套到所有的例子里 当正方闺谬的时候 我也说 因为它不符合我的定义 所以它不是饭圈 这样的论证 是没有任何的论证力度的 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 所以回到资本的这个部分 为什么一定有资本控制 反方没有解释明白 那以及第二层正方的攻击是 资本为什么喜欢狂热 反方也没有解释明白 那包括正方在说 像肖战的粉丝的例子之中 由于狂热带来了 对资本的伤害 所以这种情况下 资本是不是反而会不喜欢狂热 甚至反方到了后续 如正方四边指出的 反方甚至出现了矛盾 也是反方三变进行的 反方三变说 这个自由变得很后段了 说有时候更理性 才能获得资本的青睐 那如果的确有时候 是更理性获得资本的青睐 为什么资本又会反过来 喜欢推导大家 走向狂热的这一条路径 我觉得这本身 确实是一个矛盾 而反方确实也没有 自圆其说的 把这个矛盾解释明白 所以饭圈是资本的 资本带来狂热的这个逻辑 正方是反方是没有正成的 那当然反方在这个基础之上 还有一句话 这句话叫做 如果不狂热 也没有您方的好处 那我觉得这里正方 确实也有口径的跳动 正方前续的回答 我觉得其实是合理的 后续的回答 我也觉得也挺合理 可是我觉得这两个回答 不能共处于场上 就正方前续的回答 是我方不用狂热的好处 因为我方的好处 通通可以用理性追星来获得 比如说我们要带来流量 只要我们有组织的带来流量 就可以理性地获得 这个这种商业上的认知 商业上的关注 以及我们看这些性格 努力和成长 改变只看成绩 也可以是一种理性的解释 我觉得完全解释得通 但正方后续 由三变主导下的另一层回应 大概就是 一方认为狂热是什么 大概反方说 大概是更喜欢吧 然后正方说 既然是更喜欢 那我方也同意 所以狂热带来的好处 我方也要 我觉得这个是正方的 一个口径跳动 值得注意 那在这个基础之上 这是资本这一个逻辑线 再就是情感的那个逻辑线 情感那个逻辑线 反方的说法是 它是一种情感逻辑 所以就更加的喜欢 更加的热爱 所以就必然导致狂热 这里也受到了 反方很多的质疑 第一个质疑是反方 正方的质疑 正方的质疑 正方认为 为什么狂热 就一定会带来 您方说的网爆 或者是这些骂战 正方有说 比如说 我不太明白 这个名字 谁和谁的关系挺好的 所以我特别喜欢他 我恰恰可能会去阻止 或者是控制 这种互相之间的攻伐 骂战 那我觉得这里 我不明白 就是反方大概的意思就是 你有可能会阻止 也有可能会扩大 那所以反方要的好处 是什么呢 因为你要知道 这是反方你的论证义务 正方没有要论证 犯圈一定是狂热的 或者犯圈 一定要带来这些弊端 所以反方当你认到说 他有可能 也有可能的时候 我觉得你就需要解释 为什么带来骂战的可能更大 网爆的可能更大了 又以及这个正方还有直接用这种例子来问反方 就是这种狂热虾 为什么我带来的不是狂热的 因为我的爱豆去捐款了 我也去捐款 这个时候反方又进入了定义论证的技巧中 反正说 因为这些捐款行为不是他的根本 所以如果不打榜了 不打头了 就只是粉丝了 而不是犯圈了 就是粉丝后援会去捐款了 而不是犯圈去捐款 那这个地方本身就是一种很奇怪的定义论证 就为什么不打榜就不是犯圈 这反方从来没有给出过具体的论证 而这个时候正方三变大概又给出了一层闺谜 叫做按照宁方说法 有组织的网爆就是犯圈 有组织的援助就不是犯圈 为什么呀 宁方定义论证 我觉得正方讲得非常清楚 而且针对于反方的每一次的那个 确实进行定义论证的时候 正方都有及时的解释 尤其是正方三变 所以我的最佳的这个最高票数 也会给到最佳正方三变上 好 这是这场比赛 可以判出胜负的最关键 也是最核心的地方 那再回过头来看双方的论点 正方我觉得论点大步是有正确的 第一个论点是他可以带来流量 我觉得这件事情反方仿佛也不太反对 反方只是在说 第一别的东西也能带来流量 然后正方第一告诉你是 这两个东西不冲突都能带来流量 为什么我带来流量就不是个好流量 以及正方有解释机理 正方解释机理叫做饭圈 是可以进行有组织的喊话的 并且给出了那个具体的例子 就是陈立军的例子 而且正方还有准备到 说陈立军后面也在感谢这个粉丝 我没有听到反方对这个例子的应对 反方大概的说法可能也就是 这是一个个例 可是正方不是在用个例论证 正方是有解释这种组织性 带来的好处的机理的基础上 用例子来佐证他的逻辑 所以你就不能说他只有一个例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反驳本身也是不成立的 那可是反方对此的大概的攻击 就是可能也会带来某些坏处 那正方的说法大概是坏处是可以规避的 那就进到了那个清朗运动上 那清朗运动这件事情 反方对他的回应 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可以的 就是也是反方三变大概的说法吧 大概是清朗运动就是要减少犯圈的影响力 我觉得如果把这个逻辑说清楚还是不错的 可是我觉得反方做的比较过的一件事情 就是前面说到的 反方干脆说清朗运动之后就没有犯圈了 这又会进入到反方有矩阵义务 就是你要解释为什么去掉了打榜 去掉了这个打头以后就没有犯圈了这件事情 可是我没有看到反方对此的矩阵 所以给反方在这里的建议是 你如果能讲清楚 为什么清朗运动就是要削弱犯圈的影响力 它具体体现在哪些地方 我觉得就可以了 而不是要把口径直接带到那个 你难以论证的地方去 好 这个是正方的第一个论点 就是流量起码确实是可以带来的 第二个论点是改变那个 只看成绩的情况 让粉丝 不让粉丝 让这些大家犯圈的这些人也好 这个社会的人也好 可以看他的努力 看他的性格 看他的成长 那反方第一层回应依旧是很简单的 不一定是犯圈带来 然后正方依旧是继续跟你说 不冲突 然后反方这时候给出了个弊端 说会影响到一些私生活 会影响到一些别的东西的弊端 然后正方也很神奇 逻辑套过来说不一定是犯权带来的影响私生活 也有可能是那些喷子带来的 那以及他是可以规避的 又或者说这个 我觉得正方三变大概有个解释是 这是关注度高带来的这些私生活的影响 但反方的说法就是 可是那的的确确 关注度高也的确会带来呀 就是他确实不可否认是有带来的呀 又或者反方另一个说法是 你规避之后总还有点剩下呀 我觉得这些说法可以在场上 作为你的攻防的起点 但不应该作为你攻防的终点 因为反方你要振的不就是 弊大于利吗 你这样振不就证明说还有弊端吗 所以你要往下比的是 为什么带来的那些只关注成绩 转向关注其他东西的好处 不是好处 而这些弊端才是弊端 又或者因为你说不一定是犯权带来 就意味着你默认他是好处 那既然是好处 你也认为他有可能还有一些弊端的话 你要往下做的就是去比较 究竟为什么这些好处不足以覆盖这些弊端 为什么我们应该更关注这些弊端 而不是更关注那些好处 可是我都没有看反方去做这样的比较 那再来看反方的论点 其实反方第二个论点和正方的第二个论点 是直接对应的 就是阻碍人们对体育的认知 这点也是由正方三变在比赛的后段 开始阐述这件事情 就是正方三变有直接问您方告诉我 为什么这叫不正确的认知 然后反方说只有关注更高更快更强 才叫做正确的认知 这个时候正方给出的说法是不 我方恰恰认为不应该只关注成绩 我们还要关注他的性格和成长 不应该为成绩论 当然正方在这个地方说法其实是有一点点危险的 但我觉得反方在这场比赛中没有进到继续往下攻击的这个做法 就是正方再说的是 可是你看比如说青年的体育的这个部分 他只需要做一些这种强身健体就好啊等等等等 我没有看到反方去抓这件事情 就是奥运期间运动员的粉丝犯圈化这件事情 就是反方如果一定要聊更高更快更强 应该努力把它限缩在奥运之中 而不至于正方多次回说这个青年这一部分 当然正方也不止回青年这一部分了 正方还说了别的东西 正方就还是回到自己论点里聊那个 看那个运动员的努力性格和成长的这一部分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所以我会认为正方的论证完全度要高一些 而反方第一个论点关于那个不理智带来的那些具体的问题 那谦虚的攻防是正方在说 粉丝不一定不理智 其实就有点类似于狂热的攻防 这两个攻防应该是一致性的 那正方说组织性严密的话语体系不代表不理智 而反方说也不一定就理智啊 这又进入到一个就是跟谦虚类似的一个攻防的建议 就反方你要明白不一定不理智 你也有可能有组织的不一定理智 也有可能有组织的理智 有组织的狂热 的确有可能啊 可是问题是在于 你要你的论证前提就是必然狂热和必然不理智啊 否则的话你如果也承认有组织也有可能理智的话 这个逻辑往下就是你缺乏比较的部分 所以还就是反方如果告诉我还会有不理智的有组织 这个回应是不够的 就是这场比赛最大的建议就是反方如果你要这么打 就是你的所有的论证是建议立在狂热上抛开比赛 这场比赛场上的攻防不说 我个人对于饭圈的肤浅认知 我也倾向于饭圈应该是有很多避害和弊端的 或者说某种不太好的狂热的现象的 可是我认为这种事情应该是由比赛的选手来交代给我 换句话说反方需要准备更多的 不管是数据也好 例证也好 还是具体的一些逻辑的推理过程也好 来证成饭圈就是存在着很多的不理智性的狂热 带来了很多逼断 而不是把你的论证只建立在一个前提上 就叫做狂热 以及正方举出所有不狂热的饭圈 你就告诉我他不是犯权或者不典型的犯权 我觉得这种论证在我看来是没有效力的 这就是为什么这场比赛我会认为正方的论证完成度比较高 以及在非常关键核心的那个分歧 也就是反方论证的那个基石 基础上反方是没有正程的 线路到了定义论证之中 所以我会把我的票投给正方 谢谢 感谢郭文琪先生 下面有请赵阳新宇先生 请进行麦克风测试 主席你好 请问能听到我说话吗 声音没有问题 请发言 感谢 整体上我跟文琪学长的态度和整个判准 大体上是一致的 我也认为正方在这场论证度完成度更高 这场在最开始的时候 双方快速地达成了一个攻防上的相似 就是双方都想论证 你不一定 然后我一定 那我的判准就会依照着双方达成的这样的标准来进行 那我认为正方那也是要一定要谈这个比赛攻防胜负 就一定要谈正方这个定义的问题 就是这个是无法绕开的 正方定义我大体要是两重论证 第一重是饭圈不等于单纯的粉丝个体 也不等于粉丝后援会 这个论证呢 如果一定要介入新证的话 我是一定程度上可以接受的 就是你不能简单的说有粉丝就等于饭圈 但是就像刚才文琪学长说的 我也认同饭圈的程度可以有 可以与粉丝和后援会有一定的区别 但是区别到什么地步 是需要反方来进行论证的 而不能说我直接带入新证就说 他等于极端 但是在论证这一点的过程中 我认为反方遭遇到了 正方很明显的例子的挑战 比如最开始反方 正方就举出了反正东和马龙 他们的饭圈 有很明确的规章和规制 来阻止大家进行 诸如反方提到的狂热的避害的行为 的时候我认为 反方一开始的论 就是反驳是比较无力 后来唯一一个明确反驳 就像刚刚文起学长说的 说反正东马龙不典型 张继科才是典型的 但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我认为反方没有进到 一张继科为什么典型的论证义务 以及张继科犯权到底是怎么样的描述义务 换言之我觉得双方这有点 就是至少反方在这里有点黑箱 他上来偏然以为张继科很坏 可能你们有一定的资料查证和大量的磨变 但是评审是不知道的 所以在这里我只能接受到张继科 反正东马龙是三个不同的人 但是我最后也没太理解 张继科的犯权到底是什么 以及就所谓 那我不理解这一点 我就不能理解典型的犯权 在反方的语境下是什么 这是第一种挑战 那反方在前面切掉这个以后 正方没有在这里接触 他又进入第二步挑战 就是你说犯权避人网报 那正方又在自由变举证了 孙颖沙和伊藤美成 就是再把这个例子又拿出来打了一遍 他说那孙颖沙粉丝甚至会帮伊藤美成洗白 那对吧 你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 在我接受到这里 反方这里也是比较失语的 那但是如果我接受到这两个例子 应对反方的比较失语 在结合正方在三面小节提出的 所谓饭圈的运作在资本 在娱乐圈和体育圈的激励 是不一致的情况下 那我就可以完成对正方的理解 那反方这里的定义呢 我就不太能够接受到了 这是第一重 也就是狂热的部分 那在第二重呢 就是资本的部分 那正方的第二重的定义论证 是通过说犯权必须要通过资本来进行结合的 这一点呢 我可以理解 毕竟这两年资本已经快成辩论权原命题的原罪 但是在接受这一层呢 我认为反方也明确遭受到了正方一定要挑战 特别是在正方自由变比较后期推出的 就是如果按照反方的逻辑 粉丝不狂热 商业就没有价值的话 那正方就举证 那姚明他有代言 那这里反方 正方就指出了反方的一个口径跳动 因为反方在多次回应的时候直接阐述说 其实有代言有商业不一定是犯圈 这个贴合你第一重的逻辑定义 但是跟你后面资本这个逻辑定义就相反 那如果有代言不叫犯圈 那又有不因为犯圈在商业上很成功的明星 那换言之 不狂热在商业和资本也是有价值的 那这样的话 好像反方论证会有一步退 或者要不你反方就进一步论证 像正方所举证的姚明 这些非犯圈的明星 在现在确实就不受商业的宠爱了 我觉得你只有在进一步论证 这一步才能成功 在这里反方的论证 好像也是有点失语的 那如果在这两个层面 换言之在反方的定义层面 无论是程度的定义 还是激烈的定义 反方都有明确被正方挑战和攻击的情况下 我确实就比较难认同反方的定义信服 但反方大量论证都是建立在定义上 这是反方定义层面 就是理性与狂热的部分 那就是反方第二点就是价值的部分 我认为首先一 其实按照反方利论开出的框架来说 反方第二点也是要建立在狂热基础上 因为反方第二点表述是狂热情绪 阻碍了正确认识 换言之如果狂热情绪正不长 反方第二点也自动不认人 但是我认为反方在辩论的过程中 其实对第二点理解有跳动 比如说在正方三变之群 反方二变的时候 正方三变说我们把国拼男团 理解为人民喜剧人 可不可以呢 这时候我接受到的反方说法是不可以 因为这构成了对体育价值的伤害 但是这里我认为 好像如果我不纳入行政 就是人民喜剧人不等于狂热情绪的话 那我认为反方这里口径有一定跳动 换言之这里就变成了说 其实不需要狂热的认知 只要是与体育偏离 或者说与更高更快更强偏离的认知 反方就论证成功了 但是在自由变的时候 反方又把这个话语 又转回了自己论证的方式 他说在自由变的时候 正方再次确认 说为什么你不能管他教全民喜剧人 反方的回应就变成了可以 但不能狂热的教 但我觉得这里一 我觉得这个明确的解释的方式跳动 是反方需要解释的 第二点 如果最后反方落在了说 语境确实按照反方自己的表述落在了 奥运期间你怎么就能不关注更高更快更强呢 我是觉得 然后这时候正方承接过来说 当然可以不关注 然后因为我们不能为金牌论 为成绩论 我们也要关注运动员的个人形象 个人速到这些方面的时候 反方也是没有他明确回应 当然这其中有反方自由变 没有剩下时间的原因 但是由于反方在洁变中 也没有尝试再进一步解释这个点 那我就会认为这个点 确实最后就落在了正方 换言之话语权落在了正方 就是说 奥运期间我们确实可以不关注 因为怎么能不关注更高更快更强 换言之关注点必须落在更高更快更强 我认为在这里反方要承担相应的 举证和论证成本 但是反方在后续没有承担的情况下 这点的话语权最后就会落在了正方 因此在正方这两点 我认为反方都有明确的带来挑战 然后虽然我接受到反方 其实有对于正方的体育带来流量 有一定的挑战 他至少反方在第二个论点 就是他们不断强调小众体育 也就是他们讲陈立军那个例子的时候 我接受到的反方是没有在这里 想要尝试任何的推进 因为小众体育甚至正方 后来已经大胆认了 狂热一点就狂热一点 只要他不网爆人 小众体育恰恰可能才需要狂热 才能带来成业流量 你举重啊 雅琳千球这些 你不狂热一点可能真的没有商家认知 那我在这里也接受到 换言之 在这里正方甚至已经可以愿意承认狂热 只是不需要网爆 不需要极端的非理性即可 那我觉得这一点利好呢 正方也是有收下的 所以如果按照这样的综合统讯下来呢 我就会理解到反方基于定义切分 所构筑的框架呢 遇到了正方明确的挑战 那正方呢 就在自己的框架中 一 他在自己的框架比较合理的正程 第二点 他确实有尝试进入反方的框架 明确的挑战了反方框架 然而反方在许多 我认为甚至是 对于反方核心的论证问题上 是有逃避和失语的 那所以呢 我觉得基于对例子的阐释程度 和对罗绩操纵程度呢 我的印象票会更多的落在正方 那以上是我的数票部分 如果诸位对我的数票 或者说我的判法 有任何的疑问 或者进一步的问题呢 我也欢迎在赛后与诸位交流 谢谢诸位 感谢赵阳心语先生 下面有请李祥认识 请进行麦克风测试 哈喽各位好 能听到我声音吗 声音没有问题 请发言 好 谢谢大家 这么早起来打比赛也不容易 我这个对于这场比赛的整体的 这个战场的理解和认知 其实跟前面两位学长是挺像的 我觉得这场比赛正方 其实他的两个论点的利好 其实都有这个基本的正程 然后其实没有被反方 很大程度的挑战到 那反方呢 其实整个的这个狂热 带来的弊端的核心 就在于你们在定义上 认为饭圈这件事情呢 它一定是由资本引导下的狂热 可是不管是资本引导还是狂热 我觉得这个地方都会倾向于是 更像是定义上的论证 而不是说你更多的通过这个例子 或者是激励和推论来去完成你的这个这个定义的资源 其说 所以在这种综合的这个感知之下 我会觉得反方基于定义的 因为反方的定义被极大程度的挑战了 然后所以基于定义的后续的利好 我可能就比较难拿到 那正方呢 在这件在两个论点上 其实相对来说 我觉得这个论证的程度 在我这里都还是OK的 所以综合比较下来 我觉得这场比赛对我来说 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清晰的判断吧 那其实具体的攻防细节上 其实包括对于这个这个这个定义和论点的理解上 我跟前两个评论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 那后面就是说一说我自己的这个想法吧 其实我我我反倒是觉得这个题其实一开始这个这个双方的这个这个这个定义一开始其实就有很大的区别吗 那正方同学讲说这个饭圈的核心其实是有组织有纪律对吧 反方讲说这个饭圈的核心其实是资本引导下的狂热 那这个地方其实我我我自己会觉得这个题目是我很喜欢的一个题目啊 就是我觉得这个题目虽然我自己没打过 但这个题目我觉得他挺有意思的一个点呢 是说大家其实可以再往深了去想一下啊 就是比如说啊正方第一个点讲说这个啊 这个这个这个饭圈可以带来流量啊 可以让很多这种小众运动可以有这种更多的这个经济收入 其实反方是有一个地方是啊 我记得反方四变的质询的时候其实就有提到这个点 他他他他他问他说这个关注的提高是来源于饭圈化吗 啊那我我当时其实觉得这个点 如果你想进一步的去把它削弱的话 其实你是要做更核心的展开的 其实你要你要做更多展开 你不能让评委就是你这场比赛 我觉得反方挑战下来我的认知停留在说 哎啊不是饭圈我也可以带来关注的提高 可是饭圈也可以带来关注的提高 所以当我们讨论饭圈这件事情对于竞技体员来说是利大于B 还是必大于利的时候 我们好像更关注的是饭圈所带来的那部分关注的提高 然后背后带来的好处和饭圈可能带来的币数之间的 这个弊端之间的比较 那对于反方提出那层挑战听起来 他其实就就对于这个这个这个比赛没有什么太多 这个这个这个核心的这个影响了 更多的还是说你要去积极论证弊端 然后跟利好去比较 那这个地方如果你想更进一步的去冲击正方的利好的话 其实你可以想很多就很常识性的问题 比如说在娱乐圈里面大家都知道其实娱乐圈是一个资源分配极度不均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圈子就是大家如果就前两天我记得我跟一个同学在聊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还告诉我说你可以去看一下就是全中国这个微博的粉丝量超过1000万的明星有多少 他跟我说其实是很容易数得过来的 是肯定就是大概是一个几十或者是或者是可能就是这个我不确定他有没有过百啊 但是反正是一个很小的数 然后这个数其实对我来说哎冲击力还挺大 我觉得这个这个微博粉丝过1000万是一个这么难的事情吗 可能只有这个不到100个人 我不是特别确定这个数是不是是不是特别准确的啊 但是他跟我讲的是说哎 这个这个东西可能不到就不到100个人才能够这个这个做到这件事情啊 那这个时候我会想说哎 你有没有想过说这个如果今天饭圈 他天然是一个如此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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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部流量和这个底下的这个对吧 这个很多这个这个这个在电影行业打工的人他可能资源分配是如此的不均 那为什么他反而能够就是在这个这个体育圈 他就可以去帮助到这样的小众运动呢 就是在这里面他带来了流量和经济收入这件事情和他的关注都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 就是如果你再往下去想这个逻辑的话 我觉得或许你可能在这个地方打开一个更好的去削弱正方这个论点的突破口吧 然后再比如说正方一直在举那个那个举重运动员啊 就是这个地方我也不是特别确定那个举重运动员是不是啊 就是叫陈立军啊 因为我我这个这个这个字的读音我也不是特别的确定 就是举重运动员那个例子呢 就是正方讲说哎 你看就是是饭圈帮他找到了代言 这个地方真的是饭圈在帮他找到代言吗 还是说其实网民就是被训练了 就这么多年之后网民都知道说 你这个可以去啊这个这个通过向广告主喊话的这种方式来使得一个人啊 这个这个这个能够接到接到代言 就是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个背后有组织有距离的饭圈所带来的吗 还是这么多年 其实大家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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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互联网的流量规则之下 有了一些基本的常识和认知 于是乎有一些好心的网友 然后愿意去帮助他去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些这些的这个例子其实都有些讨论的空间了啊 这个我所以所以我会觉得说反方在这个地方的挑战如果仅仅停留在你们 如果你们想在这个点去挑战的话 就是获取在例子的这个这个拆解啊 包括逻辑的拆解上可以做的更深入 那再比如说你再回到第二正方的第二个点啊 正方讲第二个点叫以人为本说你关注运动员的个人特质和个人魅力 然后这个正方就讲说你看这个这个这个以前大家就为金牌论 然后现在呢其实我们会关注这运动员长的帅不帅 比如说孙颖莎的脸好不好捏对吧 然后这个比如说许欣是不是一个喜剧喜剧人 那这个事情如果大家去看例子的话 其实会发现这个点其实在这个口径上 他是其实是还是也是留给了反方挺多空间的啊 就比如说大家如果真的了解拳球队的话 其实会发现这个凡仁东是没有微博的啊 然后其实很多时候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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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记者问过凡仁东说你为什么就这个这个这个没有微博啊 凡仁东其实大概意思就是说我在体育之外的事情 我在我的比赛之外的事情其实我没有那么希望被大家所关注和了解啊 那比如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对于一个运动员的关注从他的主业 就从他的业务能力迁移到他的个人生活 比如说他长得帅不帅 然后比如说他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 比如说他的这个恋爱对象的标准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比如说他的家庭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他家庭生活就是其实还挺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马龙嘛 对吧马龙的这个老婆是在这个马龙出名之后反复被拉出来网爆过的啊 这个事情是是大家如果去查的话 他老婆叫下路然后这个人其实是反复被拉出来就是网爆过的 就是可能很多网友会质疑或者马龙的粉丝会去质疑说他的这个私生活有些问题 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件事情对运动员来说一定是好事吗 或者说你你回到另一个逻辑就是这个关注运动员的个人特质和个人魅力 这个地方跟饭圈的比如说比如比如说正方讲饭圈的同学会有组织啊 有组织那有组织的时候我饭圈代入的想象是什么呢 我代入的想象是一个对于运动员的想象吗 还是我代入想象是对于一个男友或者老公或者是儿子女儿的想象 那如果你代入的是一种对于比如说老公男友或者是什么 你是一个妈妈粉带入的是对于儿子和女儿的想象 那你会不会自然而然的就要关注一些非这个运动员的这个业务能力之外的事情 那你的这种关注它本身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还挺有讨论空间的啊 但好像反方今天在这个点上就没有特别的就继续往下挖 所以正方这个点其实反而一直推的就比较顺 就是可能基本逻辑就是说以前大家为金牌论嘛 李宁失误一次就会被击刀片对吧 现在这个不会不至于有这种情况啊对吧 我们可以去更关注这个运动员人格 那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地方其实这些论点本身都是可以 就是很好的被进一步挖掘和讨论的 然后那可惜这个场上可能没有进一步的延展吧 那就回到反方呢 其实我坦白讲我觉得你说这个其实正方也承认嘛 正方其实到中段也会讲说这个饭圈肯定是要比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非饭圈更喜欢一些这个人啊 正方讲说其实是更喜欢一些 那反方就会觉得是狂热 那其实这只是一个言辞上的说法了 那你就会发现正方讲更喜欢反方讲狂热 大家都同意的事情是他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对吧 我对这个人的情感的浓度那这个浓度是为什么呢 就是我感觉场上也没有人试图去去去给我讲清楚这件事情 尽管大家达成了共识啊 但我觉得反方同学如果你真的希望去论证说 狂热是你的特别大的一个弊端 并且狂热这件事情本身 这个是一个自然而然饭圈就必然导致的结果的话 那你就必须要往下挖 你就必须要往下挖 到底是什么东西 他从机理上一定带来到的狂热 比如说你哪怕去用一些最简单的讲法 就是我在一个小的这种群体和组织里面 然后那我你讲一些最简单的东西 比如说回音币也好了 比如说我这个过高的 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我每天会花很多时间去关注这件事情 会带来自我强化 那哪怕你找一些心理学的背书 或找一些现实的案例 我都会觉得他在事实层面上 你会把它讲成更倾向于狂热 会比你单纯的讲说 他一定就是定义上就得是狂热的 是要是要好非常多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会觉得整体看下来吧 我对这场比赛的观感就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题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题 因为诚如反方所说 就饭圈这个词呢 他其实是在娱乐圈的资本的 我且不说这个地方是控制 就反正他有资本的介入 你说他是资本引导和控制下来也好 还是说这么多年其实互联网的这个 网民跟资本博弈出来的结果也好 总而言之呢 他可能是带有比较浓厚的资本的这个色彩 那竞技体育 特别是中国的竞技体育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举国体制下的产物 那可能这么多年了 我们会讲说这个 怎么能够去更好的做职业化 或者怎么能够去更好做商业化 但大体来说 可能是很多的体育运动 现在目前还是有比较浓厚的 举国体制的色彩 像大家所经常讨论的 像全红禅啊 像这个像陈雨琪啊 或者说像片后队这些运动员 他们其实很小就进入了这个举国体制之内 然后沿着这个举国体制的路径 一步一步往上走 所以形成了中国体育运动员 非常独特的这个竞技的特质和这个人格的特质 我觉得跟这个大的背景和体制都是分不开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当一个有很强的举国体制色彩的东西 跟一个互联网 或者跟资本有很浓厚 这个关系的饭圈所碰撞的时候 它会带来一些什么样子的深层次的逻辑的这种勾连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 那当然这个咱们小组的下还有两场 就期待大家就是如果 后面的话其实可以 就是慢慢的这个例子越攒越多 然后可能对于这个事情 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思考 或者查了更多的学理 然后希望大家能有更进一步的阐释吧 我觉得这个题 真的是我一个还挺喜欢的题 OK 那这个鹦鹉攻防没有说的特别细 但基本的这个这个是跟之前的两个评论 是差不多类似的 我只交代了一下我框架性的认知 然后如果有什么攻防细节上的地方 就是各位觉得 这个想要跟我讨论的 也非常欢迎各位这个赛后再去跟我讨论 谢谢 感谢李翔女士 感谢各位评审的精彩点灵 有请评审填写商讨票 比赛结果已出 首先揭晓的是本场比赛的最佳辩手 他是来自正方代表队的三辩 宋之博同学 恭喜您 下面我将为大家宣布 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 资格赛 出赛A组第一场的最终结果 第二轮环节分数票 周恩奇先生投给了正方 赵阳新宇先生投给了正方 李翔女士投给了正方 第二轮投票的结果是3比0 第三轮商讨票 周恩奇先生投给了正方 赵阳新宇先生投给了正方 李翔女士投给了正方 第三轮投票的结果是3比0 加入第一轮印象票的最终结果是 正方9票比反方0票 让我们恭喜正方代表队赢得本场比赛 同时感谢本场比赛的八位变手 感谢他们为我们呈现了一场精彩的比赛 下一场比赛即出赛B组第一场的比赛 将在10点30分进行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